这起骇人听闻的心脏骤停案件 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Winston Salem基督教学校校园内的篮球馆 18岁的篮球运动员DJ 当时突然发生心脏骤停 晕倒在现场 幸运的是 当时两名来自波兰和澳洲的国际交换生 及时发现倒在地上的DJ 并向他进行了人工呼吸心脏复苏数 在两名国际交流学生的努力之下 DJ终于恢复了呼吸 DJ的父亲表示 现在他的健康已经日益好转 而这三名学生 因为这起意外事件相聚在一起 现在也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